我是海棠老师 看到大家跟我打招呼的小手了 我们第四课进入讲评和延伸阅读 讲评有三大环节 第一总结 温古之心总结要点 第二欣赏 我们欣赏佳作一起来感知学习 第三延伸 我们延伸阅读扩展视野 首先进入总结环节 我们第一单元学的是情景交融来写物 我们学了夹猪桃 学了枸杞树 首先学选材 选择身边的植物来写 写出爱它的理由 夹猪桃 写出了爱的理由 使它任性失足 并且能引起我的幻想 那么枸杞树呢 借助景物来怀念难忘的时光 苍老的枸杞树 怀念的是高考备考时 北京的那个小公寓 学写法 我们重点学习了想象法 写活景物 不同层级的幻想 并列的幻想 幻想里面有动静结合 那么我们还学了一招 叫多场景观感 有多个场景 平时雨天 黄昏 夜晚 那么观感呢 有观察和感受 五加一 写景法 学语言 对称短句 我们一起学习了 加猪桃 这样非常对称 非常有节奏感的语言 老师就不再读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叫哒哒哒 的节奏 哒哒哒 哒哒 一直到一直到 无不奉陪 那么精妙的动词呢 一个飘 一个栓 还有更多的 大家可以在文本中去寻找 那么我们的防写练习 我们的防写作业 课后作业 要求大家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 来写对一种物的想象 那写哪种物呢 老师给大家支的招 就是选熟悉的 有感情的 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都写了哪些物 常见的一些植物啊 油菜花 菊花 柳树 梅花 像人葵 荷花 樱花 桂花 竹子 吊篮 千牛花 绿螺 非常非常多 老师这儿可能还是没有列圈 特别的植物啊 有一些老师都是第一次听说 炮杖花 和果玉 丝瓜花 粉袋子 宝石花 绣球 檀花 龙骨 丁香 紫荆花 杜鹃花 凤凰花 凤鲜花 哇 有好多的花 嗯 从大家的文章中啊 老师就好像被科普了一番一样 其他有特色的东西啊 有人写太阳 云朵 有人写石头 有人写动物啊 写井里 写猫 有人写食物 写葡萄 辣椒 绿豆 糯米丸子 那还有人写物品 手电筒啊 橡皮餐啊 还有人写很特别的 烟花 还有特色的 有更多 我们来看一下啊 既然选择了这些 物 我们能把它们想象成什么呢 怎么来想呢 来 想象要进行一些相似的联想 不管是从颜色 还是从形态 还是从气质 或者从其他方面的一些相似度 比如说颜色 那 嗯 番茄的颜色是红的 是不是像小孩的脸蛋一样呢 啊 比如形态 樱花树 啊 它像一朵云一样 还有气质 比如你写一个小小的故事机 如果它是小猴子的 那你可以说 它是孙悟空啊 猴子的气质 那么这次作业里面发现 有些同学到想象 啊 天马行空 毫无关联 这个老师已经一对一反馈 大家修改意见了 哦 记得修改 如何动静结合呢 嗯 课上讲了 动态小助手 啊 有风雨雷电 啊 有 虫鸟鱼虾都可以 还有人的活动 虽然没有特别细致的展开讲 但是 点到了以后 哎 大家写上来的还都不错哦 来 老师想问问大家 仿写可以仿什么 这次仿写作业 有些同学仿得非常的彻底 那到底是好事 还是有问题呢 仿写仿什么 仿写仿什么呢 仿一吗 只有一吗 还有呢 二和三 对 谢晚银 一二三 嗯 第四 不要仿 就是 都要把全部的内容给套进去 有些同学 这次仿写 啊 所有的用词 几乎都一样 只是 比如说 记老说 想象成了地图 啊 那你换成了一个词 比如说想象成了伞 其他的 动词 句子 完全一样 这样并不好 好 老师不做过多的找茬 咱们一起来欣赏作品 啊 老师做客店做了一整天 因为好作品实在太多了 难以取舍 但也没办法 完全 全部贴进来啊 因为我们有二百零六人 交作业 有九十四人的已经选了 老师不可能贴九十四篇作业 所以 优中选优 嗯 来一起来欣赏 欣赏 首先啊 因为我们学的是夹竹桃 所以写花花草草的同学最多 我们先来看看 天牛花 天牛花 大家觉得像什么 你可以先在简要的互动一下 跟老师 天牛花像什么呢 像喇叭 确实很像喇叭 外形很像 那看看 曾志行同学是怎么想的 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观察的背景 然后 我幻想它是留身机 藤条是电线 花就是喇叭 一片片的叶子就是叠片 哇 留身机哦 很有味道 很有名过范 我幻想它是酒杯 它就是酒杯了 呈的呢 不是香醇可口的穷姜 而是分芳富裕的香气 哇 这句话很传神 我幻想它是号角 它真的就是号角了 号角亮亮 号身乌烟 旁边有一只小鸟 这大约就是号手了 哎 这个小鸟 虽然是小动物啊 但这里其实可以再把动作写得更明显一点 大家喜欢这篇吗 啊 没有跟大家的重复 对不对 大家一说说像喇叭 但是 从知性同学 留身机酒杯和号角 每一个是喇叭 厉害吧 好 有同学说还行 那咱们再看看下面呢 菊花啊 菊花也很常见 嗯 你会把菊花想成什么呢 你会把菊花想成什么 吸管泡 大太阳 好 张艺文同学 因为菊花这种张扬的状态 所以把它想象成了正在开瓶的孔雀 黄色的红色的和绿叶 形成了熊孔雀美丽的瓶 粉色的紫色的 就是孔雀的身体 瞧 熊孔雀还像此孔雀展示它的美呢 幻想它是一条巨龙 龙呢 是有黄色的橘色的 掺杂着一些绿曼而成的 秋风一刮 这条巨龙好像马上就要伴着秋风 腾空而起了 很有味道 很有气势 老师在这里要说一下 虽然有时候老师展示的是片段 但有些同学可能写的更多 但是就不全部展示了 来 宝石花 宝石花 是一种多肉吗 嗯 粉粉嫩嫩的 非常可爱 也叫石莲花 陈以梦同学 他观察的是夏天的宝石花 虽然没有香气 但可爱的样子却不含糊 能引起我许多幻想 哎 这儿这句话写得非常好 大家套用的时候啊 大家防蟹的时候 把继老的浓浓烈烈的香气 洗了下来 也给抄下来了 也不管那个花 到底有没有那么浓浓烈烈的香气 那咱们这个宝石花没有香气 宝贝就如实的写出来 是非常棒的 我幻想它是一只碗 它居然就是一只碗了 这一片是云门 那一片是灵门 中间铺起的就是底托 那么清晨下过雨以后呢 雨水就是动态小助手 这个碗就变成了一只沉着雨水的碗 我幻想它是睡帘 那微风乍起 睡帘竟然盛开了 睡帘竟然盛开了啊 用风这样的小助手 来让花盛开 这种写法是不错的 再看银杏树 黄黄的银杏树 你能想成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想法 是不是把那小银杏叶子 想象成小扇子 还有更特别的吗 一起来看看 喜欢的是 承诺宝贝说了 喜欢的是阳光下到银杏树 幻想它是一个仙女 这一片是头 那一片是翅膀 碰巧几只蝴蝶飞过 就是它的魔法棒了 哎 仙女有魔法棒 幻想是沙滩 颜色比较像 都是黄色 那么小虫子 就是螃蟹 幻想是西洋下的小溪 因为闪着景 金光闪闪 那微风吹来呢 就波光灵灵了 动态小助手 用得很顺啊 用风 很顺手 刚才有同学说 这些作品还行 啊 那我们再来欣赏一些 更独特的作品 桂花 桂花你能想象成什么呢 它是黄色 黄色的东西 有同学想成了 嗯 爆米花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朱子玲同学 想得非常的特别 我幻想它是 故宫屋顶上的瑞兽 哎 故宫的屋顶是不是黄色 颜色相似 这片叶子是天麻 那错花是纹兽 碰巧打麻将的大叶 抽着香烟 烟飘过一片片树叶 就是瑞兽口中喷出的仙气 太妙了 借助了烟 这个动态小助手 老师看了两百多篇作业 没有第二个人 用这样的 这样的 物品来当动态小助手 我幻想它是皇后的凤冠 它居然就是凤冠了 哇 这片叶子是凤冠上 绿绿的翡翠 那些花是闪闪发光的金丝 碰巧几滴水滴 滴在了花瓣之间 被太阳反射着 就是上面最耀眼的宝石 凤冠 也是这种金光闪闪的 大叶很真实 这个金光闪闪 耀眼的宝石 闪耀着的啊 点缀着的 这个凤冠 也是很有画面感的 喜欢这样的作品啊 宝贝们写的 比老师课堂上给的例子 要好的太多太多 非常欣赏啊 赞叹你们这样的想象 来再看葡萄 孙志航同学是 是一位非常牛的理工学霸 所以他观察的葡萄 都涉及了物理知识 我幻想它是集成电路 它就是了 茂密的枝条是导线 中间的节点是控制器 而火力满满的叶子是用电器 碰巧几只小虫子爬过 就是源源不断的电流 多牛啊 不过这里老师要提醒 小虫子动态小助手 是可以看见的 但是电流 它其实是没法用肉眼看见的 你可以替换更好的词 那么孙志航同学 还是一位 老师猜想 应该是一位对文艺 或者说对文化非常了解 非常多的同学啊 所以他写的这一群舞者里面 有阿诺生姿的塔尖 像拉丁舞者 扯动了大叶片的散裙 在沉溪中划开步子 那么西边的那个藤尖呢 又像巴黎舞者高扬着头 笔直的原地徘徊打转 那个弯垂下来的藤尖呢 哎 一个个的下腰卷曲 活脱脱就是民族舞者 在操练基本功 时不时飞来飞去的蜜蜂 是什么呀 太传神了 这里转转 那里看看 就像教练在进行指导 牛不牛 葡萄 密密扎扎的葡萄 有叶子 有果子 像各种各样的舞者 很牛很牛 来 接下来再看一种比较特别的花 老师是收到这幅 这篇作品以后 才去找了特别的花 找了图片 才来认识这样的花 是什么花呢 是炮杖花 炮杖花 陶泽源同学 把他形容成 想象成金盔金甲的将军 微风吹过以后呢 他就好像在躲起步子 巡视身边的小将 好像在微风凛凛的指挥着 士兵练习阵法 然后把他想象成一个萨克斯 然后 旁边的绿叶 就变成了舞女歌姬 为他来跳舞助兴 幻想他是风神演义里 摩里红的混元散 这一段想象特别的独特 因为是有自己喜欢的 读的书里面的这种物品 所以结合生活经验是什么意思呢 结合你生活中真正看到的 听到的 你读到的这些东西 写出来的东西 才是读书于你自己的 花落下来 好像那个伞就变成了火伞 世间邀灵被他一吸 笋自动一关 他们便被封印住了 有点神话故事的味道了 真厉害 那么再来看 竹子 王鹏举同学 竹子一般同学可能想成 保家卫国的士兵 黄鹏举的这两个想象 让老师惊掉了下巴 正在给地球做针灸的针 看来宝贝是针灸过的 左边的一片呢 是扎在后背左边的 右边的那一片呢 是扎在后背右边的 上面那一块是扎在脖子上的 中间这一片是扎在脊椎骨附近的 碰巧上空有一群鸟飞过 那就要 那就是什么呀 是要来拔针的大夫的手了 老师只针灸过一次 那个大夫拔针还没有拔完全 给我遗漏了两针 所以再也不敢去拔了 拔针的大夫的手 太穿深了 我幻想它是科幻片中的激光杀伤武器 哇 激光杀伤武器哦 那一道道绿色的激光冲天而起的画面 就展现在眼前了 空中飞落下来的捉损虫 还有鸟儿 就是被它们击落下来的小行星 和飞船的残骸 小虫子和小鸟儿 想象成了小行星和飞船的残骸 真厉害 松树 松树 松树本身也很常见 四季长青 大家愿意去描写它 歌颂它 但是我们Jerry同学 他写的松树比较特别 黄哲熙 他写了2021年的第一场选 结合生活经验 那么发现一株松树 一席绿衣吸引着人 老师选了它一段想象 我幻想它是一只八爪鱼 我就真看见一只扭来扭去的八爪鱼了 雪呢 轻轻地飘在身上 它好像很享受 觉得全身痒痒的 调皮的雪 在和它玩脑痒痒的游戏 是不是很厉害 亲爱的宝贝们 现在老师的声音怎么样 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吗 老师的声音 可以吗 还是没有声音吗 哈喽 可以了 是吗 好 抱歉 这个今天的网络 不知道出了什么样的故障 OK 大家现在能听到就好 如果前面确实有断断续续的情况 那么只好听回放了 实在抱歉 好的 我们继续往下心想 老师看到这一幅图的时候 真的特别的惊艳 惊讶 绿螺 可以长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绿螺去想象 那跟普通的绿螺就不一样了 孙山岳同学想象的绿螺 他把它想象成了乡村的小路 这一条条的径便是路 叶子呢 就是路两边的树丛 忽然飞来的小虫 就是在道路中行走的人 是不是很像 另外还想象成了什么呀 想象成了水帘洞 这一条条枝叶就是瀑布 不茂盛的地方呢 就是山洞 偶尔有几只小虫爬出 就是山中的猴子 窜出了水帘洞 窜出了水帘洞 是不是 是不是很像啊 有特别的生活经验 真的是能写出非常精彩的 特别的文章 来 再看看 怀花 怀花 我们玉木白同学 写了爷爷家小院子里的怀花 傍晚时分 陪着爷爷躺在树下 躺椅上休息 怀花瓣轻轻飘落 所以思绪也飘动了起来 开始幻想了 幻想它是星空 这一处尾巴翘起的是天蝎座 那一处 微风凛凛的 是狮子座 那么偶尔 萤火虫飞过 就是许愿的流星 那么幻想 它是婀娜多姿的仙子 眼前就真的出现了 灵霄盛宴 微风拂过的时候呢 枝条就是轻轻舞动的手臂 老师重启一下网络 现在能听到声音吗 老师有点无奈 来 我幻想它是温柔的母亲 眼前就出现了摇篮中 酣睡的婴孩 月光中的虫鸣声 就是母亲昏黄灯光中 低声音唱的摇篮曲 轻轻摇摆着的温情 那最后还来了一段 梦醒时分 被爷爷啪拍了一下 就把我从美妙的唤醒中 拍醒了 来 还有人写动物 很特别 上节课上就有人问 可不可以写动物 那写上来的怎么样呢 何浩阳同学写了老虎 看着老虎身上的斑纹 就开始幻想了 幻想它是山川河流 这一片是绵绵起伏的山川 那里是纵横交错的河流 碰巧呢 有几片树叶的影子 印在了老虎的背上 就是在河流中行驶的船只 还幻想它是复杂的迷宫 是不是很像 有几只昆虫爬过老虎的背 那就是在迷宫里 泥湿方向的人 想回味一下 体会一下老虎身上的花纹 可以这样来想象 还有糯米丸子啊 吃的吃的也可以想象 李依诺同学 糯米丸子 哇 在夜晚的灯光下去观察 幻想它是一座高低不平的雪山 那么裸露出来的肉馅呢 就是人们走过的足迹 幻想它是一只只小白兔 这一只是趴着正懒洋洋的打着盹 抬着头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 中间那只最大的是他们的妈妈 撒上一把小葱花 就是眨的小眼睛 你看撒上一把小葱花 这就是人的活动 这就是动态小助手里面 人的活动 大家会用了吗 人说话 人撒上一点调料 这个画面就动起来了 来 再看一些动态写的特别鲜活的例子 有同学还写了云 对云的观察 微浩宇同学 他幻想云是一条龙 这一条长长的是蜿蜒的龙身 那一朵迎风扬起的是威武的龙头 太阳还给了龙红色的领片和火红的眼睛 一对大雁飞过呢 是舞动的龙须 这个动态是不是特别传神 我幻想它是一个书包 几个大书包居然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书包被风推着一撞 翻了个个 书包里的东西稀里哗啦掉了出来 哇 这些东西都掉了出来 一阵风吹过 就把文具吹进到了文具盒里 把书本吹散了 一片片的纸散落在了空中 一只风针碰巧挂在了书包的拉链上 借着风的力量 终于把书包拉上了 一只风针 动态小主手变成了书包的拉链 把书包拉上了 老师想破脑袋也想不到这样的动态 还有同学写烟花 写烟花 非常美 是对烟花的怀念 因为现在不让放了 所以怀念几年前的事 站在小院里 耳边不时传来 劈里啪啦 嗖嗖哄哄哄的鞭炮声 空气里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带着兴奋 带着喜悦 一朵朵鲜花迫不及待的 奔向那黑丝绒的天幕 赤成黄绿青蓝紫 五彩缤纷的烟花呢 点燃了夜空的寂寞 点亮了夜间的精彩 美丽的烟花 把自己的热情 自意挥洒在深沉的夜色中 形状各异 色彩斑斓 引起我许多的幻想 幻想的这个基础 描写的特别精彩 无办法用的非常好 那我幻想 它是一朵朵金色的大力菊 它果真就是大力菊了 徐徐上山 含苞待放 那一朵呢 就已经怒占了 每一片的花瓣 展示自己美丽的身姿 想象它是美丽的仙女 有的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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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有的是三种动态 大家体会一下 那一条条神龙 又是龙哦 那么龙和龙还不一样 突然无数的小流星 向天空 天女散花般 慢慢滑落 玩耳一笑 最终消失在黑暗中 静静的 迷人的画面 欣赏着 听听着 惬意极了 老师 也没办法一直进言 万一一会儿大家又听不到声音了 如果进了言 老师就不知道你们的反馈了 希望大家一直跟着老师的这个课堂上走啊 你看老师选了这么美的文章给大家 要仔细体会一下 你们好好听课 老师就把这些文章呢 都贴在复习的资料里面 如果不好好听 老师就少放两篇 好 整篇的防线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虽然没做硬性的要求 我们也可以一起欣赏一下 这次呢 有不少的同学 进行了整篇的防线 有些呢 啊 仿了开头结尾和想象 有些呢 真正是全篇仿 我们来欣赏两篇 龙谷 王玉航同学啊 是这样的一个腾经 却不是最引人注目的 也不是最美的 却是一直陪伴我们的腾经 那龙谷 生长健壮 像柱状的仙人长 肢体呈蓝绿色 叶片似鱼林 在阳光的照耀下 会闪闪发光 龙谷呢 棱边有短刺 坚硬的短刺 向上生长 我家的龙谷 有两米多高 非常耐旱 我一般不给它浇水 只是用隔夜水 或洗菜水的时候 才会想起它 把这些水给它喝了 那么每年过年的时候 家里会买一些别的花来 衬托过年的气氛 买的最多的是杜鹃花 通过和杜鹃花的对比 来显示龙谷最长情的告白 杜鹃花刚回来很美 可是不过几日 就像一个谢顶的老头 只剩下了稀疏的椰子 那龙谷呢 一律便是永恒 最长情的陪伴 那么从出生到现在 龙谷就一直陪伴着我 哇 这都多少年 宝贝快快要十岁了吧 应该 它的美呢 不能用语言来描述 当我看着它发呆的时候 就开始幻想了 幻想它是一名将军 这一堆是拿着弓的左手 那一堆是拿着剑的右手 后面的一小堆是一只只另剑 剩下的就是它那 威武强壮的身子 这时弟弟的纸飞机飞来了 像极了它射出去的剑 你看 人的活动 这个动态小助手用得很好吧 有这样的陪伴 能引起我这样的幻想 我爱上了龙谷 最长情的陪伴 还有幻想它是一位将军 爱的理由 表达得很充分 那接下来再看一篇 哇 真正的是全文全文的方形 于晨曦的吊蓝 吊蓝并不明贵 也并不特别美丽 但却是我最喜欢的植物 或许由于它特别好养 很多人家里都养着吊蓝 位置非常的显眼 看到了以后心情会觉得很舒畅 看一一的去对应原文 防写的 用上了自己的细节 防写的很真实 很自然 那么家里阳台上有七盆 其他的都是人工繁殖的 只有三盆是买来的 柔软的叶子中 会伸出几根较硬的杆子挺细 上面长着几片小叶子 把它剪下来 种到别的花盆里面 就可以长出来了 那吊蓝的叶子上有花纹 成黄白色 妈妈说 那些花纹那些线 在叶子中间的叫金星吊蓝 在叶子两边的叫金边吊蓝 你还注意到了 它们不同的颜色 然后你简单的想象了一下 它们是淘气的小刺猬 淘气的小刺猬 在同一个阳台呢 别的植物似乎更美丽 有红韵当头 有长寿花 有君子蓝 还有金鱼吊蓝 一年十二个月 几乎天天 每个月都有花开 各种各样的颜色 形态各异 色彩多样 情景虽美 变化一多 放写 那吊蓝呢 只在春天才开出 小小的白花 香气也非常淡 但它并没有因此 而放弃生长 花败了就长出些叶子 叶子被剪了又长出来 在春天 在夏天 在秋天 在冬天 都是那么茂盛 富有生机 每日默默生长 无论什么植物都陪伴着它们 坚强的性格 甚至胜过君子蓝 从别的植物比起来 不是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吗 对比 也并不刻意 接下来就开始幻想了 是我们的重点 幻想是喷泉 幻想 这一颗是水 那两颗是灯 喷泉在灯光的照耀下的就变成了绿色 幻想它是一个原始的森林 这棵是大树 树后是什么呢 一个小悬念 接下来幻想是一团烟花 微风乍起 叶子摇动 烟花竟真的绽放了 吊篮很 还蛮像烟花那种倒锤的感觉 那么这样坚强 又能引起我的幻想 我爱上了吊篮 全文的深度防线 给于晨区同学点赞哟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亲子陪伴 虽然咱们名家班高年级的同学蛮多的 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长亲子陪伴做的不错 从三年级开始 四年级 五年级 我们杨毅同学 杨毅妈妈 陪伴得非常好 宝贝主动要求报课 主动修改 非常有热情 来学我们的课程 然后进步很大 想象力很棒 写了两种身边的植物 一个是芦荟 家家户户都有 一个是和果玉 是放在书桌上的 真的是写的是自己最熟悉的植物 那么两篇写的都很有画面感 还有童趣 和果玉啊 老师也是查了图片以后 才知道长什么样子 宝贝是这么幻想的 幻想它是一片海 那最大的绿油油的叶子 就是胜利的小岛 小飞虫呢 就是停靠在岛上的海轮 幻想是一支乐队 一片叶子是弹钢琴的 一片是拉小提琴的 一片是弹手风琴的 这个如果说还不够特别的话 更特别的是动态小助手 一束金色的阳光 在这些小舞台中跑来跑去 就是聚光灯了 是不是立刻就有画面感了呢 嗯 以上呢 就是老师跟大家分享的 精选的作品了 接下来 进入我们发奖的环节 94位同学的名字 老师要放在两页上来展示了 一页都放不下 来大家找找看 自己在不在列 看 有些妈妈改备注名 没有写孩子的名字啊 所以老师这就 只能以学号来编了 再次提醒修改 备注名 因为老师是有用的嘛 有用的才要麻烦大家来修改 一是可以快速得到点评 二是精选作品 进这个 咱们的课件 优秀榜的时候 直接就展示名字了 对 小麦是朱子瑞 来 看一看 好的 祝贺大家 老师可能会在今晚 给大家发红包 如果时间有点晚的话 最晚明天上午 也会给大家 把红包都全部都发完 请大家耐心等待哦 好 接下来进入我们 延伸阅读的环节 延伸阅读 我们要来读一篇 陈趣 本单元呢 我们三篇文章 第一篇 甲竹桃写了 姬贤林喜爱 对甲竹桃的喜爱 枸杞树呢 写了怀念的一种情感 那么我们陈趣 写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 是什么 老师认为是一种 欢畅的感觉 整个观察到了很多 小细节 觉得生命 是非常的可爱的 宇宙都是非常可爱的 是一种非常欢乐的状态 好 哎呀 老师直接就把答案 第三个就已经说了 完成 那全文的主线 第一个是什么呢 全文的主线 我们可以一起来找一找 所谓的写作主线 就是把各个段串起来的 每个段里相对中心句的这些句子串起来 你就会发现写作的主线 写作的主线 写作的主线是什么 大家发现了吗 阳光 嗯 是 那么阳光是什么呢 阳光的 嗯 光说阳光还不太准确 来 阳光从哪流出来的呢 流进来的呢 阳光忽然不见了 朝阳越深越高 窗外太阳深得更高了 这就是我们的相对中心的句子 那你发现了阳光的 阳光的变化啊 是以阳光的变化来给主线的 那写了哪两个场景呢 哎 我发现这道题大家没有get到点 有人写了是 开始工作的时候和工作第二个阶段的时候 所谓的场景其实代表的是地点 大家想想是哪两个场景 哪两个场景呢 他一会儿看窗外 一会儿又看窗子里面 一会儿又看窗外 一会儿又看窗子里面 是哪两个场景啊 哎 对 屋里和窗外 或者说室内和窗外 嗯 地点也在变 时间也在变 是不是 情感 其实在最后 最后一 一整段里面啊 情感非常的多 宜然自得其乐陶陶 非常可爱 非常可爱 我有点不知 老知已知了啊 我都有点失忆了 心情 欢畅 欢畅 我们来看一下划分结构 划分三部分 大家来划一划 这次可不是 手一段 中间一大段 然后尾一段 这样的结构了 大家找一找 分段怎么分呢 一二八和九 总共有十段 一二六七和十 嗯 老师看到了 标准答案了 已经 一二六七和十 七到十 二到六和一 为什么这么分呢 第一段是引出对象 引出的观察对象 就是太阳 阳光 接下来展开描写 描写具体这个光线是怎么变化的 最后总结情感 这个清晨的特爱 宁静 我的心情 是这样的三部分 看 展开描写的时候呢 用上了时空变化的顺序 时间和空间都在变化 来 咱们来过一下文章 这次首先来看第一部分 引出对象 引出对象呢 第一段 第一段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头方法 什么式的开头 第一段是一种描写式的开头方法 藤娘 朝阳跳跃在藤娘的身上 意发光 闪烁不定 这是用的是一种描写式的开头方法 藤娘长什么样子 大家知道呢 老师找了一个图片 它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玩偶 一种形象 它代表了对爱情美好的向往啊等等 他拿着一只紫藤花 那么接下来我们不看第二部分 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 总结情感 来 这一部分内容虽然很多 但是情感是很明确的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尾的方式呢 什么样的总结的方式呢 嗯 是抒情的方式 直书胸义 我就是觉得它很可爱 我就是很高兴 我就是觉得我变成了一个诗人了 你看描写式开头和抒情式结尾 在写紧文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来仿仗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中间部分是怎样描写 早晨清晨的这个可爱和有趣 不是布置了全文的结构图吗 咱们就按照全文结构图的这个路子 往下梳理全文啊 全文梳理完结构图也就出来了 首先我们的对象 是 可爱宁静的清晨 可爱宁静的清晨 它分为哪四个部分呢 很多同学的预计 有一些擅自改了老师的分块 老师分了四块 你只写了三块 那肯定是不对的 那四块里面 刚才我们看时间变化的时候 其实都已经找到了关键的词语 阳光流进来的时候 阳光不见了 朝阳越深越高 太阳更高了 通过这个阳光的变化来写 记老自己观察到的清晨 首先 这个部分的第一段 来看看 是看到的还是想到的呢 这一部分写的是 一还是二 是一还是二呢 这是一 看到的 看到的 看到了以后呢 来了一个问题的引领 看到了这个美景以后 说 这阳光是从哪里流进来的呢 通过这个问题的引领 就开始 往外看了 对不对 开始观察了 窗外 先是看到了高大的梧桐树 枝叶繁茂 仿佛张开了绿色的网 再远一点 是在湖边上 沉海的垂柳 确实不利于阳光的穿透呀 然而阳光确实流进来了 就留在藤娘身上 看 我们的顺序 观察的顺序 是从窗外到室内 是吧 从窗外到室内 那么我们这一个部分 结构图就出来了 是写 看到了 看到了窗外 近处有梧桐 远处有垂柳 然后也看到了室内的藤娘 顺着光线就看到了藤娘 那接下来 阳光不见了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是看到的 还是想到的呢 嗯 也是看到的 看到了什么啊 先是看到了藤娘身上 一片阴影 接着又转到了窗外 又去看到了 梧桐和垂柳的缝隙里面 蓝色的天空 成群的鸽子 还有鸽影 落在湖中 又是从室内到室外 那这样一看 我们第二段的细节又有了 首先 室内是藤娘 一片阴影 室外呢 梧桐和垂柳的空隙里面 看到了蓝天 还看到了鸽子 以及鸽子的影子 接下来第三部分 朝阳越深越高 这一段 是看到的 还是想到的呢 朝阳越深越高的时候 想了两段 是想到的 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阳光 想到了泰格尔 天地同体 宇宙合一 也感到了太阳的威力 想到了泰格尔 想到了太阳的威力 那接下来 还有一长段 其实大家抓主要内容 这一段非常的长 抓主要内容 依旧是想到的 依旧是想到的 其实想到的是两块 有一块 从外面看进来 发现外面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向窗外观察一下 多少年来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竟视而不见呢 今天藤娘身上一点闪光 仿佛就照透了我的心 让我抬起头来 以崭新的眼光来衡量一切 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 要用崭新的眼光来衡量熟悉的一切 那接下来继续根据藤娘 又怀念起日本的友人 这是两部分的想法 想到了泰格尔和太阳的威力 也想到了应该一崭新的眼光衡量一切 想到了日本的友人 那接下来这个部分 太阳更高了 太阳更高了 发现 依旧是看到的 看到的 看到了窗外的梧桐树 垂柳 看到了远处的塔影 天空中的歌影 而里面呢 家里的窗台上 是几盆君子兰 依旧是由外向内 哈哈 看 室外 室内 晨趣 晨趣 就是这种观察的乐趣 以及想象的乐趣 既观察到了这么多美景 又有很多感悟 这就叫晨趣 所以感觉到了 天地中的大欢畅能 那么深入思考一下 老师布置了一个问题 有什么修改建议 老师看到有人说 应该介绍一下藤娘是什么东西 哎 老师的修改建议 也是关于藤娘的 但是呢 老师没有去纠结那个细节 老师是从结构上来考虑的 带着大家梳理一下啊 还是从全文结构图来看 那么 开头 就有藤娘出现 阳光正跳跃在藤娘身上 这是开头 那么中间四个部分呢 看看有没有藤娘出现啊 阳光流进来 是留在了藤娘身上 阳光不见了 藤娘身上是一片阴影 朝阳越深越高 藤娘让我想到了 藤娘身上的光更亮了 或者你也可以写君子兰 不是不可以写 但是藤娘我觉得加上会更好 这样藤娘是贯穿全文的一个道具 大家听懂了吗 所以明家的作品 咱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 不一定就是照单全收的 好不好 对大作家也可以修改 我认为需要这样来改一下 大家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 那么防写练习 三级防写啊 首先 防写才 特定时间的紧致 清晨 是吧 防写法呢 时空顺序来观察 你看 不同的时间顺序升上去 然后地点变化 窗外到室内 室内到窗外 然后又从窗外到室内 这个空间的变化 也是循环往复的 是不是很高级 那最后是精妙的用词 精妙的用词 有精妙的动词啊 跳跃 朝阳跳跃 大家想象一下 阳光是流进来了 不是照进来了 是流进来了 悄悄的 而且是流在了藤娘身上 那么还有形容词啊 梧桐树椭圆的叶子 垂柳呢 是尖长的叶子 然后颜色方面 最上一层阳光照在上面 一片嫩黄 最下一层呢 则在背阴处 一片黑绿 大家体会一下精妙的形容词 好了 咱们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老师总结一下本课的收获 我们先是总结了 季信玲的写作方法 然后欣赏了宝贝的作品 和妈妈的点评 然后品读了程序 全文结构图呢 是这样的 相信大家按照老师的梳理 已经完全可以掌握了 以后自己也会梳理 不同的文章了 那么防写点 防选材 防写法 防语言 大家课后以后 可以自己去练习练习 时空顺序法 好 明晚呢 不见不散 老师提一下 预习要求 预习要求 按什么顺序来写的 勤兵马俑 写了勤兵马俑的什么特点 对勤兵马俑 有怎样的感情 那么画结构图 首先写了什么对象 写了他哪两部分 观感 以及观感的具体细节 最后的是情感 那么 深入思考也有难度 为什么写这么多的想象 写了非常多的想象哦 好了 课程呢就到这里了 依旧有课后加餐 老师不讲了 把材料发给大家 自己看 我车上观日出 这种特别的经历 然后用上了对比 和拟人的方法 来写在其他地方 和在火车上观日出的不同 然后对称短句 大家自己看啊 老师下课以后 就把材料发给大家 OK 今天晚上没有课 明天晚上见哦 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明天晚上课后会布置作业 字幕志愿者 来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